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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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一般寫信 不會這麼正式 其實我們都就是 吃東西一條貼 然後邊寫信 所以其實就很自由 就你們可以寫 然後也可以問 就我們這邊任何一個小組成員 都可以問 那這個我也會傳給下去 然後一個因為我是印了一個英文的啦 然後它是前陣子就是東奧 不是在蘇聯嗎 然後它因為就是 這個也是言論自由的案件 所以是英文的你們可以參考 所以就是這三個 你們可以看 它其實都會先告訴你們 一些背景介紹 然後會告訴你們說 主要的聲明是什麼 它會列出幾點 那基本上它那列出的幾點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寫的 那你們可以一張明信片 挑一個寫或全部寫 其實都可以 那後面就會有說 你們可以寫到哪裡 看是給 比如說國家主席的啊 還是什麼外交部的啊 還是法務部的啊 還是法務部的啊 你們就可以 等一張明信片 挑一個寫記就好 那寫信 主要最大的用意就是 以寫信的方式 以一個比較passive 比較right 的一個 行動 去告知說 我們國際 大家都有在看這件事情 我們都有在觀照這件事情 所以 算是 另外一種 類型的 強迫政府 去 嗯 總是 對 就是去控制政府 讓他們不要做太誇張的事情 這樣 我想要再加強一點就是 我們寫的信齁 都會聲援外國的case 不會去聲援國內的case 那 這個是 在於 保護自己 國家 AI的成員 所以 其實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 一件事情 就是說 再去 多了解 以這種方式再去多了解 國外的case 會 自己也知道說 這個比較性在哪裡 我們國內跟國外到底是 它差多少 然後國外它怎麼樣去 嗯 它用什麼方法 去 解決 一些問題 我們這些是 我們 自己可以去做參考的 像那個 烏克蘭啊 還有圖尼西亞 這些國家他們 當初發生事情 第一線的時候 我們在那邊的峰會 為什麼沒有像 其他的一些團體 馬上捲入很複雜的政治 政治的那個角力裡面 其實 它保持住 對國內的事情的 獨立性 是一個還蠻重要的原因 對 你如果要問的是說 有沒有立即的效果 我們有看到像 中底庄這一種 的確在幾個月內 有一個立即的效果 但是有沒有立即 摧毀一個專制政府的效果 我們只能講說 像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它對國民黨有一個壓力是 AI等所有的國際力量 對國民黨的壓力是 你必須要公開審判 但是國民黨不會因為公開審判 突然隔天就倒台 但是我們有一個立即的效果 就是它不能像以前一樣關門上判 所以AI 你要講的立即效果 我們對個人來講 我相信個人的效果 它會出現的 稍微比整個政府的效果還要快 國民黨它畢竟在美麗島之後 還是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才真的 台灣的民主化才真的有一些進展 但是它至少促成那一次的公開審判 那或是說 我覺得我們更應該從一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信 我認為習近平不一定會收到 但是你從那個油物系統的過程 從第一個收到這個明信片 一直到拿到國務院的門口 然後國務院把它拿到睡子機裡面去睡掉 這個過程已經被很多人看過了 那每一個看到的人 它都是促成中國 走向更自由開放重視人權的一個人 我們一封信如果能夠讓十個人看到 那十個人就會成為中國未來改變的一個種子 對不對 所以 我不太認為說有什麼事情會有立即的效果 但是人跟人一個人跟一個人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是可以立即發生一些效果 我知道台灣現在幾個部分 就是死刑跟軍中人權的這兩塊是比較 邱和順好像是有被關心的 對 邱和順也有 邱和順也有 邱和順就幾個個案 然後還有整體來講 General的死刑的問題 還有再來就是整體的軍中人權的問題 因為秘書處前一陣子 就是 紅中就案剛發生的時候 本來總部那邊還是有一點 就是對這個事情沒有 因為台灣已經被列為人權已經比較進步的區域之一 所以總部的resourcing不夠 所以 我們每次跟他講說 欸現在有這個事情 那他沒有辦法立即的由人員資源來做反應 所以AI在 在世界的 這幾年來 53年了吧 53年 53年 的這個效果 跟他的貢獻 我認為是非常有效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 他會宣傳到底什麼是人權 人權到底是什麼 然後 要的是什麼 我們在寫信 很重要 不是說我們不要什麼 是說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政府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政府做什麼事情 通常我們會寫幾點 就是我們認為你做的這件事情呢 已經違反了國際人權的標準 然後我們希望你立刻 釋放這些人 或者是 採取一個比較公正審判的方式 我們都會寫這些 比較 或許比較例行性 但是這個確實是一個人權 大家需要是知道自己的權利在哪裡 最重要的組織任務就是要推廣 對人權的認識 這是一點 那光是這麼一點 接下來行動就很多了 然後你可以用寫信的 我們有像去遊行 前年去年的統計遊行 我們有去參加 因為這都是跟人權關係的 那 像我們在台南教授就辦很多活動 那很多活動就是有包含音戰 有包含演講 我們會請一些 可能比較 對一些 Case上面會比較了解的人 然後 會來跟他們做一些演出 那所以這些都是 基本上我認為它最 最重要的一個idea 就是要推廣人權的認知 還有 就是給 然後 推廣這個 國際的人權的標準 所以去限 去給壓力 剛才像教授講的很多 就是給這些政府壓力 對 剛剛那個問題是很出現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已經25年了 會演者是有發展 其實這算是等於沒有在發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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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你哪有以前的方式繼續做 就會 我都農業時代 其實它沒有對外宣傳的 他們就是習慣 玩了兩把我的人 然後大家都寫信 這樣就好 然後分成幾個小組 這樣就好 那它沒有要對外擴張的那個動力 也沒有這樣的想法 那我覺得 AI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進去 它的總部的那個網站 你還會發現所有你認識的名人幾乎都支持它 甚至於在很多好萊塢的電影裡面 你沒事你就會看到 像之前有一部電影叫 愛情三選一裡面的那女主角 她最後就是在AI工作 那就是她有很多這種浪漫寫劇 所以Caroline就是啊 對 而且哈利波特那個 對 哈利波特作者她也是啊 就是其實這個在國際上 它是一個非常初階的人權工作 人權教育工作 一般人 他對人權的認識 他都是透過AI來去 去發展 他對人權的 一點點的工作 不是大的事情 那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草根初階的工作 它是一定要發展會員的組織 它絕對不是一個基因型說 我們現在要兩百多人打給社會的OK 這個 這個 根本是一個非常大眾 這個組織 啊台灣因為 我說 剛剛 這個德國人講 agriculture的一個型態 精英型的一個習慣 NGO的習慣 還沒有做完 所以我才說 我會很期待 下一部台灣AI變成像韓國這樣 就是它更 與 更拓展給更多的人知道 那 而且是用新的方法 用現在大家也在做的方法 用非常和平的方式 但是即使是這樣 就是說 他還是 到目前為止 他已經挫勞做了二十年了 那 這個 他就提到說 一個人只有在自由的時候 他才能夠獨立 也只有在人權受到尊重 還有法律完全保護的時候 一個人才是真正自由 那這個 就是說 其實我剛剛的這些資料 主要 就是從 從去年十一月的這份報告裡面 把它再錄出來的 那這個 我剛剛提到說 這個二零一年 就是聯合國有發表這樣子的文件 其實 在 能去認養卵神父 這個個案 是在於 如果接下來嘉義小組 真的很順利誕生的話 你們大概運作一段時間很穩定 然後在評估之後 也穩定之後 其實秘書處會聯絡你們說 在總部有這些個案 真的需要全世界不同的小組來認養 譬如你一年之後 一天再捕魚 秘書處或總會他們就會評估說 我不該不該把這樣的個案交給你們 來做關心 所以這也是鼓勵小組的聚會 跟活動力本身要有一定的 一定的程度 你們有這樣的決心 有這樣的共識 他交給你們 他們就會比較放心 我很 我會留著繼續當監事 我會再選 當然要選上才有 但是我會 因為總部也很希望 這個工作可能 那我很希望就是對 AI 台灣分會 有一個期待 我覺得我們可以在亞太 發展更重要的角色的會員